生活中,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别人的远离,也曾经历过别人的重新靠近,也许有些人习惯了分分合合的相处模式,而有些人一旦离开了就一辈子都不会再回来。 让我们看看十二星座中那些一旦离开了你,就绝不会再去打脚你的几大星座吧。 水瓶座,水瓶座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理性,其次是做事干净利落,只要决定了离开谁,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去执行,任何的反对声音都不会成为他们犹豫不决的理由。 在水瓶座人离开你以后,基本上就属于彻底断绝联系的状态,比如拉黑各种联系方式,或者刻意规避你的生活空间,让彼此再也没有见面和联络的机会。 所以,他们没打算打脚一个已经分到扬镳的人,而且永远也不会再去靠近对方。 总之,水瓶座人的社交关系,很少出现纠缠不清的状况,因为他们讨厌复杂的人际关系,也绝不会再不适合相处的关系中长期驻足。 只要离开了谁,就代表水瓶座人,已经放下了这段关系,而且跟对方不会再有任何牵扯。 同时,他们既会主动摆脱对方的纠缠和挽回,也能在离开之后永远不去打搅对方的生活,甚至再也不跟对方产生任何交集。 双子座,双子座人在人际关系上很现实,相处愉快就能真诚地对待别人,相处不愉快就会果断地离开对方。 在他们的生活里,从不会出现违心地讨讨谁,更不会出现和讨厌的人凑合着相处。 一旦明确了彼此需要分开,双子座人就不建议自己主动疏忍,而且还会干净利落地整理好过往,相较于别人离开之后的重新靠近。 双子座人只要决定离开谁了,那就一辈子也不会再去打搅对方的生活。 总之,双子座人的人际关系很脆弱,一旦疏远就很难再去靠近。 并不是他们不近人情,而是双子座人很少给一段破裂的关系第二次机会。 从彼此远离的那一刻开始,双子座人就没打算再去打搅对方,自然也不希望对方进入自己以后的生活。 所以,别指望双子座人,离开你,还能重新回到你身边。 他们一旦离开了,就只能是和你永别,从来就没什么重逢的可能。 射手座,射手座人从上好就好在的人际关系,只要相处合拍,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这段社交关系,自然也不会主动离开谁。 可若是相处不合拍,射手座人也没打算凑合和勉强相处,反而能够果断和坚决的离开对方,相较于别人暂时性的疏远。 射手座人一旦离开谁就注定,永无归期,而且再也不会搭桥对方的生活。 可能说了再见就是再也不见,就算对方想要挽回也没有任何机会。 总之,射手座人想离开时你拦不住,而且又挽回不了,正如他们不会纠缠和打扰已经分开的人,他们也不喜欢被对方打搅生活。 别人或许会重视往日的情分,甚至离开后,还能偶尔保持联系,可是射手座人一旦离开了谁,就能彻底和对方断绝联系,甚至能彻底从对方的生活中消失。 在他们眼中,那离开后不打搅对方,是对彼此现有生活的尊重,更是对我网最好的道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